我是JoshuaCTV 我是佐斯瓦 Joshua 如果你有看我最新的影片 就是我和我的影片 终于签下了我们的第一间房子 终于去签了SBA 那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讲 我会出一系列的零知识房地产影片 今天我整理了一些 我们这一年来学到的一些小知识 希望能够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是刚刚出来生会 刚刚出来做工 然后想要买物质 第一次买物质 手购足的你们先搞懂这五件事 这样我的第一点就是 目的 你现在要买房产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指 你要买来投资 或者是买来自助 这样很多人就会跟我讲 我不可以买一个房产 就可以两全其美 又可以投资又可以自助 是可以的我没有讲不可以 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来讲 现实中是很难有两全其美的东西 你一定要牺牲一样东西 因为比方说你是要拿来投资 这样子你要看的东西就是RI Return on investment 这样子你就要看这个房产 到底你买过来的时候 他的住金 money renter 能不能cover你的money installment 或者是at least cover你的money interest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买物质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头十年 我们的money investment 其实很大都是 70%都是在供money interest 所以at least 你要买来投资的话 就是你要赚ROI的钱 或者是有钱进来 at least cover你的money investment 对不对 如果你是买来自助的话 ROI其实不是你首要的目的 主要要看东西是你的budget 环境 然后就是你的这个家 到底是不是你想要买这家 OK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budget 所以如何算你的budget 就是要看你的DSR DSR就是Z service ratio 现在银行比较严一点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你的DSR在70%以下 所以如果你已经看了房子的话 你的money investment 你就可以把现在有的commitment car loan ptptm loan personal loan credit card 还有home loan 就是你接下来要供的money investment loan 加下去total up 除你的net income乘100 如果是少过70% you are safe 你可以买 那个bank很高possibility 一定会过你的房贷 如果你是高过70% 这样子就有一点危险了 这样子你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是玩玩绝绝 no idea 你要看的物质是多少钱 money investment是多少钱 这样就有第二个方法去算 就是用你的net income 除0.70 乘100% ok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算到 阿嘎阿嘎 你maximum 可以去到多少钱一家 好 好 第一点其实也是其中一个important factor 因为一开始我和我女朋友去看物质的时候 我们也是不懂的 我东南西北都去跑 我一开始去PGA 然后去Kerbong 然后再去Ambang Suta Park 然后再去Sunaiburu 整个东南西北跑道完 然后就弄到我自己很乱很乱 我到底要买哪一个物质 然后我就打下那个栏物质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 我要买物质的最初目的是什么了 很多人就是 either你是要靠近你的家人 或者是靠近你的作风的地方 或者是两个一起 这样子 当你搞清楚你要的那个地点过后 然后你转转只是找那个地点包 因为每一个地点都有它自己的set price range 大重小益的 这样子你就可以更好的去compare你的价钱 到底是不是给到你最想要的东西 第四点就是 你要买lander or high rise 为什么我会放这个在最后第二个呢 因为很多时候第一次买物质的人 包括我自己在那边 我都会想着 我一定要买lander house 我已经住了 我high rise 我已经住了apartment 我不要再住high rise 我要住lander house 我要住我的dream house 每个人第一次买物质 都会有一个憧憬 就是要买自己的dream house 可是 往往当你没有去算 我之前讲的那三个budget的时候 我去看 去到那边 我的propriety agent帮我算了 所有东西 哇 原来差这么远了 原来一个生命地现在要2million 然后我的薪水全部东西是供不到的 就会让我有一个 有一个失望感 是 不如我不要现在买 我之后再买5年后 我觉得我升值加薪过 我应该买得起的 现在如果你有看新闻 看报道的话 现在所有的材料 房屋材料 铁啊 这些东西 灰啊缸啊 全部都在洗着架 当建筑材料洗架 自然而然成本就会高 成本就会高 房价就会越来越高 假如如果你等到五六年后 房产的价位已经是飙到可能两三倍 所以我是觉得 越早买越好 而且第一间家的时候 是不一定要买你的dream house的 因为当你现在买了你最适合你的屋子的时候 以后有钱了 你就可以去转手卖出去 然后用这个V room 来cover你的dream house的头契啊 或者什么这样子 sub sales ready unit 还有new project 这样子我会把sub sales和ready unit categorize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一开始要付的那些钱 是比较多的 你就要先给一个10%的dream payment 然后那些stand duty啊 legal fee 全部你就要一次过在你前 SBA先你就要给到 如果是new project的话 就是你可以省下很多这些首期的钱 然后legal fee SBA stand duty 全部都不用给 因为现在有这个house ownership campaign 所以全部东西都是waive掉的 所以一开始你买这个物质 你只是签一个SBA 然后给一个可能10% 或5% 或可能甚至不用给到payment 只是给一个booking fee吧 你就可以买到你要的一件家 通常都会是三或四年后才会好 等到你们来说 就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bubble 去save up 去renewit那个家 或者是有那个成本去供那个家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个人观点new project 是值得去考虑的一个project 如果你是首工主的话 然后你刚刚出来做工 也没有很多本钱 所以可以去考虑看new project 希望这五个点能够帮助到你们 给我知道一下你们还想知道 哪一些房产知识 期待你们的留言啊 记得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佐世华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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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